距離大選倒數11天 國民黨新主市立委候選人 鄭正前再度召開記者會 針對目前民進黨執政的表現 提出看法 鄭正前表示希望民眾 能夠記取過往經驗 審慎思考後選出最適合的執政者 今天是108年的最後一天 那麼我們檢討過去展望未來 希望未來會更好 那麼之前蔡英文自己曾經說過 一個無法讓人民安心的無良政府 跟黑心食品一樣必須要被下架 那麼我們今天就檢討了 蔡英文任內的10大無良事件 那麼提醒市民好朋友 重新記得這些不好的政策 那麼讓我們一起來下架無良政府 尤其是今天在立法院 民進黨團想要強度關山 透過反滲透法 那麼這一步反滲透法 就是一個缺乏程序正義的法案 那麼我們希望所有的市民好朋友 大家能夠站出來 對一個不符合程序正義的法案 Say No 讓我們一起維護我們得來不易的民主政治 新竹市立委選情激烈 針對最終封關民調 鄭正前也表示民調只是參考用 他仍會持續努力爭取市民的支持 我相信民調它是起伏不定的 而且我再次強調 民調現在都變成了特定人士 他們要做的一個文宣工具 要用來導風向 也許要幫自己的支持者打強心針 後來要用來做打壓其他對手的一個工具 那我們對這樣的一個民調數字 就是淡然看待 我們持續要做的就是不斷的努力 讓民眾感受到正前的認真 正前提出的一個法案 是真的為民眾來發聲的 2019年最後一天 許多民眾趕著參加跨年活動 但候選人們人馬不停蹄 向民眾表達政策願景 希望爭取更多支持 凱破新竹簡舒淇 採訪報導 當然